那怎么办呢 听经 读经 每一天真的能够 读经八小时 或者是听经八小时 一片光碟重复听 像刘索云居士一样 它是一片光碟 听十次 那一个光碟是一个小时 听十遍的时候 就是十个小时 每一天听一遍 都听十遍 我看他差不多用了十年时间了 所以他放下了 好办法了 主师大德教我们的三千遍 有道理 三千遍就是十年了 一天一遍 一遍听十个小时 至少八个小时 事情很忙碌的时候 你看刘索云就是说 他也不会少过四个小时 那是有事情 不会少过四个小时 没有繁杂的事情 正常的八个小时 到十个小时 有一个同学告诉我 他听还原馆 听我第二次讲的这个 梦境还原馆 每一天也是听十个小时以上 他有工作 工作很忙 有的时候晚上听 听到天亮了 不知道 发息充满 所以他有误处 他欢喜 把睡觉的时间忘掉了 如果听 听得很疲劳了 那你就好睡觉去 为什么得不到发息 为什么能得到发息 懂了之后 就真放下 放下之后再听 不一样了 没放下去听的 又发生烦恼 听得没味道 听得很累 放下之后再听 不一样了 真的是发息充满 所以第一步 还得先放下 把放下摆在第一 你才能够提升到一个阶子 你的学习会提升 如果你不放下 你开始学教 你所学的 永远不能提升 为什么 这就是老师常常讲的 幸福其道 你心里面充满了烦恼吸气 全是烦恼 像这个杯子一样 尘地里面都是毒药 尘满了 佛菩萨给我们提护 放不进去 放进去都流出来了 里面毒药装满了 注意想想 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心里面 是不是装满了 毒药啊 贪嗔痴慢疑 五毒啊 有没有 自私自利 明文理啊 都是毒啊 无欲欺勤 都是毒 这装满满的 神教 进不去 所以 要想真正学神教 先要灿除业障 灿除业障 就是放下 得正感 放下一分 你学习里头 就得一分发挥 你欢喜了 你真懂了 懂得不多 你会很欢喜 放下两分 你就懂两分 放下三分 你就懂三分 看你放下多少 完全放下了 你展开经验了 佛的意思全明了了 你就成佛了 这个法门 多殊胜了 多么难得了 佛法上讲啊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啊 古人所讲啊 愿解如来 真是一眼 不是假的 这世界上这么多人 几个人遇到 遇到的人很多 几个人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我们今天所欠的是什么 就欠的是真感 其他的缘都去做了 不能真感 当面错过 谁的罪孽 自己的罪孽 自己的罪孽 与别人不相干 我应该好 我应该好 试图 你能不能够